公共退休金可取代现时的长者生活津贴及生果金 向65岁或以上,每月总入息不多于5000元 及资产不多于5万元的长者,每月发放3200元 金额按长者的入息及资产调整 例如资产每多于限额1000元,可领取的退休金将调低5元 令设下限为1235元,等合资格领取生果金的长者继续申领津贴 公共退休金能显著提升对长者的支援 估计超过六成的长者能够受惠 公共退休金由政府、雇主及雇员三方供款 体现各方共同承担的理念,并有助增强资金来源的稳定性 只要在现行长者社会保障开支之上 政府一次过注资100亿作启动基金 而劳资双方愿意按雇员入息作出1%的额外供款 公共退休金的收支就能够在未来50年维持正数 结果到2064年预计高达2000亿 社会仍可持续负担